哈喽 大家好 我是Am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这一期来讲一下光明会卡牌 那关于光明会卡牌呢 我们以前做过一期关于这个光明会卡牌的视频 但是当时我是挑了里面比较重要的几个私利跟大家讲 那今天我们就好好来重点讲一下这个光明会卡牌啊 好好的扒一扒 这个光明会卡牌呢 说到这个的话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光明会啊 光明会呢它是由这个一个德国人在1776年5月1号的时候 在这个巴法利亚创立的啊 就这么一个团体 他开始创立这个团体的时候呢 之后他就邀请这个社会上的很多的这个 这些优秀的人才啊 比较精英的一些人物啊 这些政治家啊 经济家啊 啊来加入他这个团体啊 现在就演变成啊这个团体变得非常的神秘啊 只有通过他们内部人的邀请 你才能加入啊就比如说这个在他们团体里面比较有名的一些人物 就比如说这个传说当中非常神秘的罗斯查尔德家族啦 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美联储背后的控股的这个大博士这个家族 那都是来自光明会 这个团体的精英人物 那这个光明会卡牌呢 它一共发行了两套 那第一套呢是在1982年发行的 那第二套呢是在1995年发行的 那我们今天来重点讲一下这个95年版本的光明会卡牌啊 这个95年版本的光明会卡牌 它的名字呢叫光明会新世界秩序啊 那就好像它的名字一样 它成功的预言了很多这个世界级的历史事件啊 而且呢每次它预言的这些事件呢 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事啊 都是一些灾难性的事件啊 所以呢就让这套卡牌变得闻名于世啊 声名大噪 而且呢它的创办人也是被请去喝咖啡啊 喝了一次又一次的免费的咖啡啊 那为什么喝了这么多次咖啡呢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几张这个 比较震撼的光明会卡牌 OK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卡牌啊 在这张卡牌里呢 这个图上好像画的是雷达在搜索的什么东西 对吧 那么当时呢一看这个图片呢 我就觉得非常的眼熟啊 大家仔细看一看这个图上的这个区域啊 和这个马航370出事的这个区域像不像啊 那我前几期呢 做过关于这个马航370的影片 大家可以把这张图片呢 和这个马航370出事的这个地点的那个卫星地图 对照着看一看 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特别是呢 当你把这张图片向右转90度的时候 我就觉得简直就是在复刻马航370出事的那张地图啊 而且呢 再加上这个卡牌上的它的标题呢 写的是Early Warning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提早的警告啊 就好像是在对你说啊 啊这里呢 会有一架来自马来西亚的飞机啊 会在这个地方呢 出事啊 对吧 那大家看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呢 OK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第二张卡牌啊 大家来看啊 这张卡牌上面呢 画的是一个紫色人的脸 对吧 而且呢 它好像在怒吼啊 而且呢 这个标题写的是 Enough is enough 那意思呢 就是说是可而止 而且呢 有细心的网友呢 就发现这张路吼人的脸呢 他的五官跟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宝宝的五官非常的像 那大家来对比看一下到底像还是不像啊 仿佛这张卡牌呢 就是在暗指川普 对吧 而且呢 在这张卡牌下面呢 还写了这么一段话 翻译过来就是说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的狙击手都能随时把你放倒 祝你过得愉快 大家听完这句话 有没有感觉这句话好像就是一句赤裸裸的威胁 对吧 翻译成大白话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得听我们的 你不听我们的话 你就得对吧 你要给我适可而止 那是谁在威胁他呢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大家看这张图片这个人脸旁边呢 他有几个这个三角形 我就点到为止 说到这里呢 我就不继续往下说了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懂到底是谁在威胁他 而且呢也有网友爆料出川普并不是光明会的成员 但是现在呢他却当上了美国总统 那到底威胁到了谁的利益呢 那请大家自行脑补自行消化 我在这里呢就不方便把它说破了 更神奇的是这个卡牌的标题 Enough is enough 竟然被细心的网友发现 竟然是川普他自己在一次城市的演讲当中亲口说出来的 And we will protect you That I can tell you And we will say Enough is enough 那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下面一组卡牌 大家首先来看一下这两张卡牌 第一张卡牌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十八分半的间隔 图上呢画的是一只手 他拿着一把剪刀在剪胶片 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好像这个呢 好像是在有意修改和删减些什么东西 对吧 那第二张呢就更加直接了 它的名字呢就直接叫重写历史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些教科书呢都是直接被丢弃在垃圾桶里的 那结合第一张卡牌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我们现在学到的一些科学知识呢 和这些历史都被人为的有意修剪 和修改过呢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 那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第三张卡牌 那这张卡牌呢叫科幻小说迷 上面呢画的是一个这个宇航员 他在拿着一本科幻小说在看 那结合三张卡牌啊 这些意思应该都非常的显而易见了 我在这里呢就不把它说破了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懂得啊 这张卡牌的名字呢叫丛林大火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张卡牌上呢 远处的山上已经是龙烟滚滚了 而且呢已经被笼罩在一片火海当中了 对吧 在近处呢有几个这个白人正朝着这个草丛 在点火啊 在这里呢我解释一下 他们在这里并不是在准火 而是呢他们是将近处的这个可燃物焚烧 以形成蛤蜊带 从而遏制火势的继续蔓延啊 那看到这一场景 有没有让你们联想到这个刚刚发生的 澳大利亚山火事件呢 澳大利亚因为天气原热的原因 加上干燥 从去年9月份开始呢就爆发了山火 那这场火呢足足烧了半年 不过大家放心啊 最近因为这个天空作美下了雨的原因 这场大火呢已经被彻底的扑灭了 那这张卡牌呢也是确实啊 再次预言的灾难的发生 好我们继续啊 那么看一下这张卡牌呢 叫非常时期的权力啊 画面上的事件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这个穿衣服的警察呢 把一个黑人的男子按在地上啊 在这个2020年5月25号的时候 在这个美国明尼苏达州啊 有一个黑人男子叫乔治弗洛伊德 那他也是这样呢 被一个白人警察按在地上 用膝盖压在脖子上 长达7分钟 那最后呢 也导致他自袭身亡啊 这件事情呢 最后被媒体曝光之后呢 全美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个黑人游行示威活动啊 主题叫黑人命贵啊 就是黑人要争取他们在美国的这些权利嘛 而这一活动呢 就刚好对应了一张叫做黑人运动的卡牌 在这个卡牌背面呢 写的是华盛顿游行啊 在他下面呢 是写的一些这个标语啊 这个标语写的是 No, Nope 这些标语呢 都表示抗议 那更有意思的是呢 在真正的华盛顿游行当中啊 有人发现这个女性她的这个发型和她的这个衣服 和这个卡牌上男子的发型和衣服 都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 下面这张卡牌就有点惊悚了 或者说有点写实了啊 那我把这张卡牌呢 理解为这次新冠病毒的一张预言卡牌啊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啊 灾难会自行传播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啊 他的伤害等级是14 那大家来看一下这图片啊 在这个卡牌上面呢 画了一个红十字的标识啊 这个表示医院啊 而且呢 画了一个手套和口罩啊 中间呢 这个单词呢 是隔离的意思啊 那看到这里呢 就不言而喻了 对吧 这也是我们每天呢 都在做的事情 那更恐怖的是 大家继续来看啊 在这个旁边呢 他还画了一堆墨绿色的果实袋啊 那这个就是说呢 这次新冠病毒呢 会感染非常多的人啊 而且我个人觉得 他的这个画法呢 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现实生活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那不管怎么样 他图上的这个信息 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呢 都是基本符合的 那不过大家真的不要太担心了 因为我看这个图上 他也画了一支针管啊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说 要注射疫苗了 而且呢 在这个针管的上方呢 他有写着梁小平这个PX的药 我想呢 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特效药吧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特效药吧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特效药吧